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人的同心啊 好奇感啊 新鲜感啊 不管你的打击怎么样 我希望你还是能成就 因为这是我们的活力 还有些人的疑问 比如说二十四个 我学了一辈子到十年前 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要二十四个 其实就是片商最便宜就是二十四个 就能看了嘛 就能听到了 然后艺术家就是在这个曲线里面 他投射了他的情感 那个东西 投射了情感 他的艺术是可贵的 二十四个本身没有什么 他根本是低声音 不是什么 一个 一个什么绝对书啊 他没有什么科学到里面 那我问了这个问题 我要拍到3D以后 那一个问题问了以后 后面我就要去解答 一个解答后面有十多问题 那这是我的活力 我觉得人 不管你年轻年老 你要一直问问题 要有疑问 要有好奇心 要有不服气 就是说 规则上到底是什么东西 大家讲的 你要看他究竟 他是不是有道理 还是背后有什么东西 然后你突破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新的世界 然后你的人生又比较活盛 我其实觉得就是说 怎么这样 理想上是这样的 现实上面就是 总是有第一天吸引力 你会受到大气 你会受到挑战 那就看你的挑战怎么应付了 这是我们的人生 谢谢大家